一月八號開始 未來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密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雲爆今天舉辦了 Cousins的加盟記者會 雖然因為時差的關係 主角看起來是有點疲憊 但還是回答了不少問題 沒錯 其中談到上個賽季 來臺灣打球的Dwine Howard 談到他有沒有說服他來臺灣打球呢 跟著威化的現場報導 我們一起揭曉 NBA球星等級的中鋒Demarcus Cousins 正式加盟T1直籃聯盟的 臺皮永鋒雲爆 而接下來呢 他將闢上熟悉的十五號球衣 十八號晚間才剛抵臺 十九號白天 Cousins就立即投入訓練 雖然因為時差導致有些疲倦 但加盟記者會上 他還是相當健談 並分享對雲爆隊友的第一印象 Cousins來臺 目前只確定打四場比賽 但記者會上球團也公布 他將會隨隊在一月三十號跟新竹工程師進行跨聯盟交流 至於談到上季來到雲爆的老大哥 Dwight Howard到底有沒有說服他來台打球 標的也忍不住笑啦 Did you talk to Dwight Howard about playing basketball in Taiwan? 因為 obviously he played last year 同樣的組合跟 the Leopards To be honest, I actually di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Dwight and he told me nothing but wonderful things So he definitely convinced me as well as my guy But Dwight definitely had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say 雖然自認狀況還不錯 但Boogie卻果斷坦承 自己已經沒有回到NBA的計畫 三十三歲的Custens在NBA可謂歷經了不少大風大浪 如今來台競爭的比賽 加盟雲爆他只想好好專注球場 享受他此刻擁有的生活 難得造訪亞洲 表弟也表示場下改吃的沒吃 絕對不會少 也想體驗柔道空手道等武術文化 至於場上表現會是如何 球迷明天鎖定未來就知道啦 我來體育臺 兩位已成為話採訪報導 Custens明天就要在T1出賽 我們接下來的影片也會透過不同面向 帶觀眾更認識他 而表弟的加盟也不免想到過去的魔獸線風 不過目前看起來帶來的效益 好像有一點點差距 就看Custens能不能夠在明天 繳出寄金四座的好表現 前NBA第一中鋒 外號表弟的Demarcus Custens 正式加盟T1直籃 台北有風雨爆 將在明天也就是一月二十號 迎來主場出登版 但是你知道Custens 除了表弟這個綽號 還有其他稱呼嗎 如果不是很瞭解 就讓本人說明一番 也請觀眾朋友聽他娓娓道來 中國大學人 我演繫過很多年在NBA 他也有一次的 他一位我演繫過 所以 我演繫過 我從來來的 我演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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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不同的 類似的 我演繫過 你演繫過 我們節目的 《逢物》 我演繫過 有趣的 我演繫過 表弟曾經四度獲選全明星賽 並在二零一六年的里約奧運 幫助美國隊成功奪金 能力能外的打法 一度讓他成為NBA的頭號中鋒 儘管因為傷勢影響 在二零二二年離開NBA的舞臺 不過與各大前輩的交手經驗 也讓他受益良多 至於他是怎麼看待 當今的第一中鋒尼克拉優吉 也不免讓人感到好奇 卡森斯曾經跟優吉當過一年的隊友 只可惜沒有機會拿下冠軍 回想當初身在國王的表弟 看似就要接下迪娃豪爾的火炬 卻是造化弄人 只能跟上魔獸的腳步 一前一後來到臺灣效力 只是兩人帶來的效應好像有點差距 無論是接機的球迷人數 球賽的售票情形還有簽下的合約長度 似乎不難看出卡森斯的效應不如魔獸旋風 而且魔獸迪娃豪爾他在T1直籃的初登場 繳出三十八分二十五籃板還有九次助攻 幫助雲豹完成二十五分的大逆轉 如今正中由蔣玉安高警衛等明星後衛 卡森斯的表現又會是如何 對於目前八勝四敗 戰區聯盟第三的雲豹而言 能帶來多大的幫助 就請觀眾朋友拭目以待 記得明天下午兩點 雲豹主場迎戰獵鷹 鎖定未來體育臺 未來體育臺綜合報導 台岡今天要挑戰中職的義軍舞台 對於年輕球員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沒錯 而至於另外一邊的魏全龍 他們則是有機會分享自己修賽機的調整狀況 徐又熙想要挑戰義軍的健康豬賽 而至於南墨一樣 有什麼想要加強的部分呢 我們一起關心 台岡雄鷹正式成軍 新賽季將挑戰中職義軍的殘酷舞台 對於正宗年輕人居多的雄鷹而言 屆時難度肯定不低 特別是如曾子佑 高升恩 吳又成等球員 都是兩千年後出生的青春霸佩 勢必需要學長們的好好關照 發揮母雞帶小雞的功用 而不管是擁有中職三度奪冠經驗的王耀玲 或是在球隊純遜第一天 吉人隊史第一任隊長的大王王伯榮 都有話要跟徐迪說 王耀玲2015年從小聯盟歸國甲午中職 並參與過桃園衛拳總計三次的奪冠過程 儘管今年患罪頻繁 仍能用豐富的殺場經驗 在中繼角色上屢次做出重大貢獻 是投手學弟們能夠效仿的對象 至於大王就更不用說 在LAMIGO效力四年躲下三冠 同時在中職的打擊率 至今都還有平均三成八六的誇張數字 他的打擊技巧屢日經驗 年輕後輩們可以好好請教 另外當時跟大王在暴力園共識的藍英倫 更是雄英正宗擁有十年中職資歷的大學長 而他最想帶給學弟的 或許不是球場上令人沸騰的打擊美知技巧 而是心理層面的強化足道 其實也只能用言語當中去幫助他們 因為畢竟他們沒有經歷過那種 真正的講難聽就是生離死別 就是開刀回來又開刀受傷 就是那種欺負很大 對我其實我的職業生涯 其實走得蠻不順的 對那大大小小傷也都經歷過 但是我會希望能夠幫助他們 就是因為自己有受很大的傷 然後也希望能夠用我自己的經驗 然後還有我的一些比較 應該是說就經驗啦 就是能夠讓他們遠離受傷這兩個字 坦言職棒生涯不順利的藍英倫 在生涯第一年就拿下了新人王 不料卻在該年尾聲受傷賽季報銷 隨後便經歷過無數大小傷勢 停過近年一二軍之間的徘徊低谷 並在上個賽季相隔整整一年 再度一軍炸裂 永不放棄的堅忍精神斬得無盈 而這樣親身走過低潮 重建輸光的生涯祭遇 又跟王伯榮 王耀玲 在自己棒球故事中獲得的經驗 同樣寶貴 是年輕雄英可以急取養分 下個賽季正翅高飛的重要資源 我來提議台采放報道 這球我散